我让您用最简单或者说最简洁最易懂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佛教 您觉得它是一个宗教呢还是说是一门学问呢还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实在讲它不是宗教 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要有一个造物主 创造宇宙的神 佛教没有 佛教在中国 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我们传统文化摔了两百年了 这个开端应该是慈禧的后 慈禧自称为老佛爷 高高在上了 把这个中国古生献献都放在下面 把中国的老祖宗们全部都放在上面 对对对 你也佛也站在旁边 这个做法给中国人上心下笑 看到最上这领导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对佛教过去那种热忱 热忱学习就降温了 那么到清朝末年 可以说到了低谷了 还有人讲很少 不多了 不像两百年前讲的人多 那时候四月安堂 都是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的修行人 您讲的原来的四月 对 两百年前的 那跟我们现在的四月有区别吗 不一样 现在四月里面出家人不学了 拿着经常直念直念 不知道里面的意思 没有办法把今天所谓教训落实到深苦 就是说大家只是在念 但是理解不了他几乎的含义 对 不错 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说一下没有人教了 没有人学了 那么在民国这个年间 前面是五四运动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后面是文化大革命 彻底摧毁 所以现在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文化 这很可悲的事情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如外国人 认知的外国人有 外国人确实有很多比中国人讲得透确 讲得清楚 这是我们接触过的 所以这是一种很遗憾的思绪 我们一定在今天要证明 明不真则言不顺 所以我们用的是加了两个字 佛陀教育 我们这个协会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我在台北有一个基金会 是佛陀教育基金会 为什么要叫佛陀教育 它是教育 就一定要把教育这两个字 对 对 不要就让人误会 它是宗教 对 对 对 这个是我学习的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那佛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无量光 这是谢家无尼佛自己说出来的 无量光 对 第二个是无量寿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 就是无量的智慧 这个光指的是智慧 而是智慧 寿命指的是佛德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佛德 如果不要它了 我们就不要智慧 不要智慧就愚痴 不要佛报就贫鉴 这谁都不愿意 那怎么可以不要佛呢 所以佛到中国的时候 非常受欢迎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您说的这个佛 我们学佛 其实学的是一种 做人处事的一种智慧 对 对 而且这个智慧 真正能够解决 现在二十一世纪 全世界的社会问题 只有智慧能解决 知识不能解决 为什么 这个知识和智慧 知识有局限性的 有局限性的 而且有后遗症 科学是知识 中国传统学问是智慧 完全不相同 他们比我这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这个确是年代的 他访问日本 谈这个问题 在我看到这个记录 他说的话 他说解决二十一世纪 学会问题 只有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 除这个救不了世界 为什么 他的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他叫人做好人 人都能做好人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天下太平 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把自己做好 对问题就解决了 对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中国传统 讲人性本善 那么佛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比人性本善 讲的还彻底 本来是佛 你要受到好的教育的时候 人人都能做佛 所以佛非常重视教育 没有一尊佛菩萨 都是教育家 个个都是 极乐世界的美好 极乐世界的教育 没有一天争端 我们现在怎么样能说 更准确的来接触到这样的信息呢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教育 因为您刚才也说了 现在的寺院 对 不是原来真正做学问题 对不错了 对 那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 您这样的大师 真的是机会非常的少 那其他人说 普通人他如果想 接近佛陀教育 想学习 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比较上困难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也不相信 总认为佛教是宗教 宗教就是迷信 根深蒂固 所以我在台湾 26岁那一年 跟方栋梅先生学哲学 我跟他学哲学 您最早是学哲学 对于学哲学 那么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总共是五个单元 最后一个单元 讲佛经哲学 我就很惊讶 我说佛教是迷信 而且是多神教 高级的宗教 只有一个神 一个真神 佛教是什么都外 老孙女就看 这个叫泛神教 多神教 在宗教里都属于低级宗教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有这事 方老师告诉 他说你年轻 你不知道啊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哦 他这样认为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 确实如此 那我学了63年了 63年得出的结论 不但是它是最高的哲学 它是最高的科学 也是科学 今天量子力学所发现的 得的这个发现的宇宙奥秘 佛经上却有 但是你们到科学 用了400多年去研究 才知道的东西 佛经他3000年前 跟你说的比现在还清楚 您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物质 这物质是什么 这是宇宙的奥秘 我看的报告 是德国普朗克的 他是领导一个小一群人 专门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怎么研究发了 就是分析 这个就是近代物理学的时候 微观世界 它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宏观宇宙 去研究天文 这个是研究物质 一个是研究无穷大 这是研究无限的小 80年前 科学家发现原子 那个时候认为原子 就是物质里最小的了 所有的物质都是它组合起来的 最小的 最小的单位了 你看最近这些年来 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 把原子打破了 发现原子里头 有原子核 有中子 有电子 再把这个 个个打破 发现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 变成夸克 科学知识您也在研究 您不光是研究 这个佛教里都有 佛教比他讲得还清楚 那么最后到最小的物质 不能再分了 分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在佛教叫极微次 也叫极微之微 这是佛教的名词 而现在他们名词叫微中次 或者叫中微次 这个东西再打破它 没有了 物质现象没有了 所以他们发现 得出来的结论 所谓物质现象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它从哪儿来的呢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那物质是怎么形成的 是错觉 错觉形成的 那这个椅子我们实实在在地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你不知道它 这个科学家知道 他们知道 连星球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科学家把宇宙分为三样 一个物质现象 一个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一个自然现象 这三个全包括了 那么佛经上也是分这三个 它的名词叫夜象 夜象就是自然现象 这个转向 就是现在科学家的信息 精神现象 就是思想 念头 那第三个叫境界象 境界象就是物质 名词不一样 实际上是完全相同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对 那这个一般人理解不了呀 是理解不了 所以这是宇宙的奥秘 你看佛陀能在三千年前 就讲清楚了 最近这些科学家才发现 对佛法佩服的物贴土地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 科学像现在这样的发展 最近的八十年发展 再有三十年 我相信佛教不是 再不讲宗教了 高等科学 科学家肯定 您刚才说宗教是哲学 现在 它是高等哲学 也是高等科学 所以佛教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入室的 就是对于世界 这个治国平天下的 它是能体 道德 因果 就不光是可以指导 我们做人做事 还可以治国平天下 对对不错 它往上去的时候 就了解整个宇宙 这就是说这学个科学 所以科学家先不断研究 物质从来的 物质从念头来的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为 比如说晚上我们做梦 做梦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好像也很真实 对 实际梦醒了之后发现一切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也是在做梦 是吗 等到你醒过去之后 这个现象没有痕迹都找不到 它真的是假的 所以金刚经上佛给我们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相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 还有包括自然现象 都不是真的 从哪里来的 从心相身 从心相身 被近代科学发现了 物质分到最后 没有了 物质没有了 看到是什么东西呢 念头波动的现象 这是恍然大悟 原来物质现象 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觉 这不是真的 如果单单讲一念 一念你决定 体会不到 无法无法体会 这一念以后 它的频率太高了 佛经上讲的这个频率 它说一谈纸 有多少个念头 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这一谈纸 就三百二十兆 那我们现在就实际上 用秒做单位 一秒能谈多少次 一般的是 谈五次以上 有人说可以谈七次 如果谈七次 那一秒钟 这个多少个念头呢 三十二亿乘七 两千 两百兆 一秒钟 我通常讲的时候 我很保守 我讲五次吧 五次是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次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次 这个频率 你怎么会知道 事情就在眼前 普遍到处都是 没有人能知道 那我们发现了这个奥秘之后 那有的人说 这个好像太大了 跟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你真正明白之后了 你从今之后 再不会生病了 不会生病了 对 那这也是每个人都希望 对对对 不说 为什么呢 念头可以改变我们身体 你有好的念头 你全身都健康 身心健康 孙中山先生 死的才早了 如果多活十年 中国不会像这样子 他对西方中的了解透彻 他在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第四讲里头 有一段话说 他说外国 除了机器 比我们好 我们比不上它 除这个之外 他哪一样都比不上中国 就是我们有根基 对 我们这东西太丰富了 你看这边这一套书 就是苏国全书 这是中国千万年来 深陷 祖宗 留下来的智慧 真实智慧 都写在这里头 就是说我们要 想解决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对 不错 不错 你看 他对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些大道理 真实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效果 都记录在里头